巫统在昨日公布本届全国大选候选人名单 七名官职派的巫统政府部长证实被除名 无缘上阵 官司缠身的国阵主席阿莫扎西 将继续在园区扒演拿都国洗手土 林茂国会议员凯里将上阵双息毛诺国洗 而如同早前盛传所言 遭除名的政府部长已证实增加到七人 包括部长级人物沙西弹 阿汉巴巴 哈利马 安努亚穆沙 以及另外三名副部长 分别是扎西迪 马斯杜拉及伊斯迈穆 达利 此外 被除名的非政府部长级别的议员 还有达祖丁和诺奥马 达祖丁由于早前与巫统主席阿莫扎西闹不合 因此不获上阵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诺奥马被普遍低认为是雪兰俄州的军阀 消息指出 就在阿莫扎西做出宣布的几个小时前 愁眉苦脸的诺奥马离开服务中心 而他的支持者则高呼支持他 有消息指 阿莫扎西不是很想留下诺奥马 并计划一起放弃他和上述的几位党老将 除此之外 目前在监狱服刑的前首相纳吉 也被证实无缘捍卫 其八届的北根国会议席 他的选举将由百拉姆 在野前州议员赛莫哈 莫普基上阵 尽管他在申请特赦的状况下 并未被耻夺国会议员资格 但已入狱服刑的 他已无法再捍卫 北根国席 此前 曾有消息透露 纳吉长子拿督莫哈末 尼扎江戴夫首途 但随着国阵 公布候选人后 这项传闻也不攻自破 马华在本届大选 竞逐44个国席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将继续捍卫 柔佛亚伊旦国席 据悉 国大党在巴都选区谈判中 与马华出现分歧 而杯葛昨日的候选人 宣布活动 虽然国阵主席 昨日宣布巴 都由国大党的克里汉比莱 上阵 但魏家祥 今早宣布 巴都已确认 换马华副总会长 拿督斯里 姚长璐出战 而国大党 也在另一边乡 召开记者会 坚持捍卫 巴都国喜 国大党主席 丹斯里 威尼斯瓦兰宣布 该党将会上阵 该十个国会选区 包括巴都 针对魏家祥 已经指示 姚长璐 上阵巴都一事 他回应说 阿末扎西已宣布 该党将会上阵 巴都国会选区 因此一切 将以此宣布为准 物园上阵的 玻璃市亚楼 原任国会议员 沙西戴说 他将以高胜算 作为考量 或争取在 其他政党的旗帜下 上阵 他说 亚楼的支部 是推举他 以其他政党的旗帜 上阵 因此 如果他在 其他旗帜下上阵 巫统无法对付他 他们巫统 不能采取行动 因为我没有退党 我只是想以 在高胜算的候选人 名义上阵 毕竟 我符合党主席 阿末扎西的要求 临选有胜算 候选人的要求 如果我上阵 我能胜出 如果他党主席 将我除名 则他于本身的决定 临选有胜算的候选人 背道而驰 他昨晚对记者说 他尚未与任何政党 讨论此事 然而 各方清楚 知道他的遭遇 我们希望 领导全民共识的政党 能赢得选举 尽管如此 沙西戴说 他接受其他政党 伸出的橄榄枝 包括 明星党与国盟 我是有胜算的候选人 国阵突然将我除名 因此 他们 其他政党 会抢制药我 我当然会选择 推崇马来人 土著及回教斗争的政党 国盟将在第十五届 全国大选角逐 169个国席 并在玻璃市 霹雳和彭亨 上阵116个州一席 消息指出 国盟的亚楼国席候选人 在最后一分钟悬空 是为了让路 给杀西弹 代表国盟上阵 光芒日报报导指出 国盟波州主席 莫哈默 苏克里透露 亚楼国席 原本是分配给一党 以目前的状况 我们会选择 让路给杀西弹 因为他是 可以胜利的候选人 对我们而言 最重要是 能拿下越多 一席就约好 民政党主席 拿督刘华才证实 本身不会上阵 第15届全国大选 而是专注在 来年举行的 兵州选举上阵 分析员指出 国阵主席阿默 扎西已将自己 定位为未来的首相 为了实现他的梦想 首要任务是 建立一支忠诚的团队 据透视大马报道 独立民调机构巧思中心 执行主任西索穆丁认为 阿默扎西想要一支 能够听从党的命令的 国会议员团队 他以土团党主席穆尤丁 担任首相时的事件为例 并解释说 阿默扎西不希望 国会议员不同意 或不遵守党意 当巫统想要撤回 对穆尤丁的支持时 有国会议员和阿默扎西作反 因此 阿默扎西不想重蹈覆辙 所以阿默扎西提出任命新面孔 当然 阿默扎西正在让自己成为下一任首相 但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 他需要一个可以服从部分命令的团队 此外 智库伊曼研究 Iman Research项目主任巴德鲁西山 同意西索慕丁的看法 显然 阿默扎西的目标是成为第十任首相 他对巫统最新的政治发展感到很有趣 尤其是资深政党领导人被新面孔取代 看到巫统的最新政治发展很有趣 阿默扎西已准备好成为下一任首相 并试图用新面孔取代资深领导人 目前 公正党也在进行大扫除 所有提名的候选人 都是与安华关系密切的人 与阿兹敏关系密切的人 则没有被提名为候选人 他说 很明显 公正党和巫统都希望国会议员 忠于党主席 明显